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 今天的嘉宾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温柔的茶茶 做这一期的原有啊,如何让男人对自己认真 起因是来自于群众的意见 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女生会来说 不想被短则,不想被男人玩弄感情 或者是说,虽然得到了女朋友的名分 但是并没有得到女朋友的待遇 所以他们都很想知道怎么样让男人对自己认真 而这一点呢,恰好是我们的嘉宾还是很擅长的 因为嘉宾得到的待遇基本上都是比较认真的 我平时跟茶茶有很多的沟通 包括为了做这一期节目 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有非常多的交流 然后最终我们都会发现 让男人对自己认真是有技巧,是有方法,是有原因的 这个方法呢,简单来说就是认真的前世与今生 首先想个观念啊 让男人认真,我们都认为这个功夫是在诗外 我们以前学诗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功夫在诗外 你不能说你到了写诗了,你才想我怎么去琢磨这个写诗的技巧 其实写诗的功夫大部分是在你写诗之前的 功夫是在诗外的 我们不能浑浑噩噩的说,哎呀,我遇到一个男人 怎么让他对我认真呢? 通常的想法是,我遇到他之后,我在想 我应该做些什么,让他对我认真呢? 这是通常的一个比较不假思索的观点,对吧? 但我们认为啊,如果你想让一个男人对你认真 你最好是说,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 就让他对你不得不认真 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你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所以在他认识你之后,他要么就彻底的不敢跟你开始 要么就会对你认真 这里面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你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 你就要开始做的一些准备 就是你平时打造的整个人的人设 我这里用的这个人设是大家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啊 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你整个人在遇到他之前 你是什么样子的?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呈现出来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才是说你遇到男人之后你的举动 那第一个部分又包括两个方面 就是说在男人遇到你之前 你的整个人的人设打造 可以从这个两个方面去注意 或者是说你得知道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先天性的优势啊 先天优势就是你的家境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你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 你的整个人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先天性的优势 这个一点其实是比较残酷的 因为这一点其实很难改变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稍微提一下 因为如果不提的话 很多女生会忽视掉这个部分 就比如说我有那么少数几个比较要好的闺蜜 我对他们的情感状况都比较了解 那我所知道的情况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男人敢对他们不认真的 那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父亲的位置足够的高 当然也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 但起码是听到了会让普通男人都会觉得挺肃然其境 包括不普通的男人也不敢随便怎么样 可能这一点他们自己是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客观的事实就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说有男人敢去玩弄他们 就我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认真的这样的案例 从没有听说过就是不认真的 这是从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 我观察到了情况 然后再说一个男性向呢 我有那么两三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 他们也是会去频繁的去相亲吗 或者是说也会平时去追求一些女生 我所知道的 有的时候他们会相亲相到那种比较有家庭背景的女生 当然相亲是失败了 但是没有敢造词没有敢轻跳 就是说可能就是相亲的时候感觉彼此不可能有什么的 但是没有轻跳没有玩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男人们其实也是很注意这个的 就是说哪怕他看不上 也不能说看不上 就是说没有看对眼 成不了 但是他绝对不敢说 我先跟你不认真的开始 然后玩玩你 然后拉倒 没有这样子的规划的 哪怕这些男人面对其他一些女生可能这样 但面对这样有背景的女生是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有些女孩就特别的幸运 就这样的女生 她要得到男人的认真的话 她是可以说是天生自带的 只要自己不是过度的作妖 只要自己还是就是略为聪明略为精明 她都不需要说过分的懂一些技术 她就可以天人得到男人的认真 哪怕男人就是说不喜欢他们 或者是说不感冒 或者是说觉得不合适 那就彻底不开始 但不可能说是我开始了 开始了 但是就玩玩的不会 其实我觉得说这一点 很多人会说那你说这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自己家里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那还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要说这个 就是咱们来谈一个学术性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 就是哪怕说你自己不能够改变你的家庭背景 但是你可以去理解这个背后的隐忧是什么 这个背后的隐忧啊 我之前跟茶茶也讨论过 就是说你得有一个威慑力 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也会去聊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先天的东西 但是其实你可以抓住那个本质 那个本质是威慑力 那你可以看在你的能动性范围之内 你可以做些什么 让男人认真 好的 那我们第一部分是遇到之前的人设 一方面是我们心里要有个数 就是说有一种获得认真不费力 就是家境的加成 这个人力难以获得 但是发挥的作用效率是很高的 这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女人的基本盘比 记忆有用的部分啊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你的资源 你的人脉关系 社会地位如果足够的话 那也是有非常强的震慑作用 那女孩子能做的 能做的努力 第一个是对自己资源的意识 一个行业做到头部 或者中上巴 就是本身就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或者说行业内细分下去的话 至少也是有口碑的 那这个就是你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 不可忽视啊 我记得我刚刚这个毕业的时候 这个总是有这个男人啊 觉得可以轻薄你一下 当然不是上来就轻薄啊 但是在吃饭聊天的时候 她得知一个跟我特别好的一位学姐 竟然是她一直想认识的这个关系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转变 原本轻调的这个语言 因为这个这层社会关系 就是变得慎重了 那个轻调感就没了 就是男人对社会关系是更小心的 如果说你只是带着一个女性的身份去 可能就天然会被动一点 那么自己能做的第二个努力 就是在初相识的时候 不去纵容她的那个坏天性啊 就是如果这种震慑不来自家庭啊 家庭给不到什么 然后社会资源呢又不好不坏的 那么就让这个震慑来自于自己 没有去纵容她的坏天性 即使带着一点邪气都不去纵容她 我分享两件事吧 我是特别注意 跟这个想认真的男人啊 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给对方一个正的感受 就是前段时间呢 我这个初恋激动的说想见面 然后这个距离也不远 就在第二天约了午饭 对方就是见面以后表现出深情 比如说让你随意选这个喜欢的餐厅啊 仿佛这几年时间时光都不存在 然后还是那个认真照顾你的样子 旁边即使有这个司机或者这个助理 然后还亲自给你削个苹果呀 之类的 在这个过程里 我也是很这个真诚的啊 但是在这个吃饭的过程里 聊到好几次 我第二天有出行的行程 但对方没有任何表示着 送鸡 就是社会人嘛 对接送鸡这个心理都有数的 但他就是不接话 只说这个我回来要联系啊什么的 然后见完面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不原谅他了 就是不接机就等于不认真 而这个邪气就是说 他说哎怎么联系不到我了 那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不是深情满满的吗 为什么没有接机或送机呢 我这个永远不会原谅你了 这个就是他要去思考一下 无论与不与你继续 那么这个女人是不纵容灰色区的 那继续就要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或者说那那就不联系了 那就放着吧 事情二呢 是有一次有一个 这个吃过饭有好感的男人 然后他知道我这个酒店的地址 大清早 然后给我买的这个汤 还是什么什么早点啊 蛋糕什么的 然后在大厅等了很久 然后我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才给他回复 我说天哪 你怎么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赶来找我呢 嗯就是这个具体的操作 就是震慑与真诚同行 先证后协 就是在震慑的同时 其实我是很真诚的 然后这个吃饭呢 我也是真诚如实的告诉对方说 今天的约会我很重视 我现在已经到了某某地方 请你如约啊 也是重视对方的心的啊 也还带着小礼物呢 但是我在意的不正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去纵容那个不正 嗯这里穿插一个相处的技术来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交往过程是这样的 就是当接触时间不长 或者说间接接触的时候 要保持人设的单纯性 一致性 比如一开始接触你 你就是认真的 纯真的 这个就解决了安全感的问题 就跟我们接触男人一样 接触的时间不长的时候 如果他是认真的 这个质朴的人设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嗯长期恋爱 则要呈现复杂性 接触时间 嗯不长 就是那个一致性 解决了安全感的问题嘛 那么复杂性是增加魅力的 嗯然后这个魅力 还可以搭配一个 呃社会关系的神秘 就是你社会关系 不全告诉他 或者说当你某个领域有所成就 在相处过程中 可以给对方一个 不必完全了解我的感受 啊在自己的领域 保持不说的神秘感 嗯这是一个技术部分 非常感谢茶茶刚才的 通过自身案例的分享 来跟我们说明了 认真来自于震慑 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那些家庭背景雄厚的女生 天然就能够让男人对他们认真 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 这样的女生背后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 就他父亲以及母亲以及长辈 给他编造的那个雄厚的家族人脉网 是男人们感到有威慑力的 对然后茶茶他分享的是 即使你没有这样天然的帮助 可是你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做一定的改善 做一定的这样子的自己可以实现的东西 背后指向的都是一件事情 就是社会关系的威慑力 你想男人对你认真 你就得有威慑力 而这个威慑力来自于哪里 就是来自于社会关系 只不过是说 一部分的 幸运儿是来自于说 家族他本身就能够天然就给他 这是人家生下来就有的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家庭助力的女生的话 你就要注意在这个方向去 去自己去打造 自己去维护 可能你中期医生 你不可能做的有人家那么的强 可是你依然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上有所改善 我知道有一些女孩子 可能说自己的学历也一般 工作也一般 各个方面都一般 就是长相还可以 女性魅力还可以 所以人嘛都是想去淡掉自己的所谓的不足 然后突出自己的优势 就会说 哎呀可能男人们就喜欢我长得漂亮 就喜欢我有魅力 就喜欢被我吸引了 然后可以不顾及我的家境一般 学历一般 收入一般 各方面一般 影响力一般 都无所谓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误区 我觉得说 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社会关系不值一提 自己的女性魅力还可以的话 这就是容易被男人玩弄的重灾区 可能有一些女生会反驳 不是啊 你看有一些大美女 大美女仅仅靠着长得漂亮 仅仅靠着颜值 艳压群芳就能够得到男人很认真 对 大家请注意啊 往往这一类的女生 她们的社会关系是很OK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她真的能够美到你们这个圈子里面最美 被所有男人都讨论的那个女人的话 她其实在社会关系 在这个圈子的经营上 已经自动的获得了一个桂冠 对 她有一个无形的桂冠 所以她的社会关系依然是值钱的 依然是 男人会说 这个女人是其他男人也都很认可的美貌 那还是会容易对她认真的 我说的前提是 这个女人这个脑子不能够过于不清醒 假如正常情况之下 如果你真的能够美到一定的程度 那确实这个美本身可以帮你建造起你的社会身价 但事实上 咱们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女孩嘛 就算是小美女六分六点五分 也是小美女 就是就是大家的美 是你的朋友们会觉得你挺美的 可能男人也觉得你挺美的 但是你的美没有 如果没有能够美到说 可以给你构建社会身价的这个程度的话 然后你其他社会关系也一般的 这个情况 你就很容易陷入说只是被男人玩弄 人家不想跟你认真 人家只是觉得你还有点好看 然后跟你玩一玩呗 新鲜档过去就结束了呗 对 茶茶说淡掉社会关系 其实真的是很多 就是各方面比较普通 或者是说没有那么的出彩的 六分小美女的容易走入的误区 这个其实真的是人之常情呀 因为我们普通人在社会上 你要混出点模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时候女生就说 我各方面都一般 唯独我的颜值气质还可以 那我想淡掉我那些一般的东西 哎呀我不想让人注意到 我这个普通的那个家庭背景 我不想让男人注意到 我的年薪也就是几二十万这样子 这么普通 我就想让男人注意到 我好看 我有吸引力 我让他们神魂颠倒 我就想让男人注意到这个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因为 这个好看没有好看到 能够构建其身价 然后其他社会关系又没有 那个震慑的话 那就是会容易被男人玩弄的 所以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啊 就是 你要有对男人的震慑 这个震慑是你得有 比较OK的社会关系 就包括查查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种男女相处的技巧啊 对 甚至说他可以说 我得有一些坚持的原则 请注意这个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根源还是说 因为查查他自己的社会关系是很OK的 就去掉他是个美女这个身份之外 他自己搞的那个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很OK的 他的工作啊 他自己的小事业都很可以 所以他有这个底气 大家请注意一定要有这个底气 这个底气就是你平时 你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 因为人的天性啊都是好逸物劳嘛 就最好是说我不想去去维护我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 我只想得到一个男人的宠爱 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狮子王一般的男人的宠爱 那我就可以躲避掉所有的辛苦 这个真的是人之常情 但是我觉得人世间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日子可以过嘛 要是如果你没有能够震慑住这个男人的那个力量的话 就仅仅凭技巧你没有这个底气啊 就比如说常常刚才说 哎呀我发现这个男人对我这个不认真 那我就可以立刻止损 OK我觉得这个术是非常OK的 可是我还要说一下这个背后的道 背后的心法 他为什么他有这个底气 因为他自己的社会关系很OK 他自己平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 包括他跟其他很多女孩子的关系都很好 也有很多这个社会上很多有社会资源的 各方面的人都很好 所以说他能够有这个底气 他有这个威慑力 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广结善缘 要跟很多很多很多人都维持好的关系 千万不能够幻想说我要靠一个男人就行了 我得罪天下人无所谓 不能这样子 所以说就尽量的你跟男人之间要有共同的朋友圈 这朋友圈其实是一种牵制 你跟他有共同的朋友圈 而且你要让他知道 如果得罪了你就等于得罪了你背后的很多很多人 你不能够说你跟这个男人担心联系 或者说你跟他就一个共同的朋友 那他得罪你的话也就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而已 所以他得罪了起 所以说一定要编制一个非常复杂的 来自于方方面面的朋友圈 而且这个朋友圈最好是跟这个男人是共享的 那他就很难对你不认真 就是他要么就是彻底不跟你开始 要么跟你开始了就是认真的 包括我们星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女生的社会关系对于男生来说是完全不交集 或者完全没有用的话 那是还是蛮容易被男人玩弄的 这个真的不仅仅是说那个这个这个男人势力也那么简单 而说你的整个社会关系对他没有威射力的话 那人家想要玩你对人家是没有伤害的 玩了你之后得罪了你整个朋友圈的人 他的无所谓的你的朋友圈都没有用 所以说女生就平时一定要注意去结交一个一个 就起码有威射力的人 就让人知道你背后不是一个个白丁 就这一点我觉得平民百姓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说你非要去 非要本身是一个白富美你才能做得到 你只要平时用心经营那些有能量的人 就很多人他也是很愿意去结交各个层次的人 你不要觉得说非要什么什么 这个势力等同 其实不一定的 只要你对不同的人有价值 那些有能量的人也是愿意接受你做朋友的 我们刚才说的是功夫在世外的 就是你遇到这个男人之前 你平时就要经营有威射力的社会关系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遇到男人之后的相处之道 相处的技术 可能相处技术有很多很多 我们今天先说那个有认真感的这一部分 我先举一个例子 就电视剧版的白鹿元导演选的是李沁来演 刚刚宣布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震惊说 李沁这样一个冰清玉洁的女演员怎么去演田小鹅 因为在原著里面田小鹅是一个勾了好几个男人的 好像就起码有四个男人嘛 就在那个年代属于很夸张了 就这样的一个女人 她怎么能够这样子 对吧 可是在我们印象里面应该是个很纷骚的女人 一个应该一个胸很大 一个你看就很肉欲的女人才来演田小鹅 但为什么导演要选李沁呢 我后来看了一下李沁的这个 演的那个田小鹅的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选得很对 为什么呢 就李沁这个演员啊 他能够给你一种很认真的感觉 很认真又很柔弱 就男人看到一个狐狸精的时候 他的第一眼并不是觉得这个女人特别的妖媚 而是觉得这个女人很柔弱 这顶级的狐狸精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给你一看就是个大骚伙 而是说你一看你就觉得很柔弱 很有认同感 很想对他认真 所以说想让男人对自己认真 首先自己得有那种认真感 甚至说你首先你得自己先认真起来 你自己就是一个群情投入的那副样子 你不能够说你很轻跳 你很骚 你很明智这样子 或者是你自己内心里面你觉得 我应该端着 我应该外表很纯 内心很郁 但我觉得不行 我虽然我也看了很多公众话这么想 但是我觉得难道真的可以这样吗 当然这个一家之眼 欢迎讨论 我自己觉得 你不能想着你又蠢又愚 你得想着你是很蠢的 对 你这样的话 因为你的目标是想让男人对你认真吗 而且李沁演的那个田小娥 我真觉得 就是能够启发我去想田小娥 她也许她根本也不是一个分骚放荡的女人 就是对于田小娥来说 她的人生她自己可以做主吗 就是你有那样的姿色 你其实你已经过不了普通女人的生活了 哪怕你想安安分分的 就是找一个黑瓦叫男的过过日子 但是有这样的姿色在 如果这个男人不足够强大的话 就会迫使你流转于好几个男人之间 这个是形势所迫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说田小娥自己是有多放荡的 你看到田小娥之后 你就看到李沁演的那个田小娥之后 你甚至会产生一种理解 所以说我觉得田小娥给我的那种柔弱感 可能还真不是说她为了勾引男人 故意装出来的 可能她真的就是个柔弱的人 其实我觉得美女其实是柔弱的 就真的好看的女生 其实比一般女人更柔弱 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的听说过 就古代有一个王朝即将覆灭 皇帝说这个我将来 我不当这个皇帝了 我在长安城里当个不一总行吧 然后他的内观就跟他说 这个陛下你想当长安部 是做不到的 就是你不要觉得你 这个王朝灭亡了 你去当个平民百姓 你还做得到 普通人可以做平民百姓 陛下你做不到 其实我觉得像田小娥那种大美女的话 可能真的是 你她就算是想安安分分过一个 洗手做更烫的日子 她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如果你能够理解她那个柔弱的话 你就不会再真的是觉得 她是一个放荡的人 就是你就是说做一个美女 如果没有一个在那样的时代 然后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 那如果她运气不好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在 一个羽翼在遮住她的话 那她就必然会有那样子流转的命运呢 所以说你觉得她是有威力的吗 她其实是柔弱的 你亲眼的那个田小娥给我感觉 就起码她在面对黑娃 还是面对白小文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认真的那样的感觉 就说一个女人 就别人再怎么说你是一个 很骚的 很不利金的人 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 你真的面对一个男的的时候 你是认真的 其实男的也会对你认真 而且男的不会 不会去顾及很多风言风语 我觉得 那个男人是真实的跟你面对面的 他能够感觉到这个认真的 我觉得 所以说要想男人对自己认真 应该忘记一些在我看来有点轻浮的概念 在我看来那种又纯又欲啊 那种撩人啊这种这种概念都是挺轻浮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戴希也是一个看上去很柔弱的 甚至有点纯有点可怜的那个样子 就虽然我们知道 就虽然我们知道戴希非常的自私也比较崇拜这种权贵也 其实骨子里面是瞧不起奋斗者 奋斗的盖茨比的 但是他呈现的样子就是 很柔弱的 很可怜的 不是那种眼光四射大美女一会压死你的那种女王的那种样子 那我们我为什么这里举例都是举这种大导演的选角的例子呢 因为是因为这种大导演作为男人啊 他们是眼光何等的独大 尤其是这种大制作 他们选女演员都是千挑万选的 所以说他们其实蛮能够代表男人的主流的一些底层的看法的 我自从接触了佛学以来 我其实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人的念头是一个物质 而不是说我念头藏在我脑子里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所以当我对念头开始慎重起来之后 我可以就是感觉到很多的东西嘛 就比如说一个女人你自己内心里面你觉得 你要去撩人你要去勾人 你也许你觉得你只是藏在脑子里的 但是你这个想法就容易让男人get it到 就是好神奇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男人能够get it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男人get it到你想勾引他 他就不会对你认真 那如果你脑子一想的就是说 就算是我情路坎坷 我一路换了几个奶奶 但是都不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子的 我也是被命运所裹挟的 我就是想认真地去对待我面前的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也能get it到 所以说人这种灵性的动物啊 要很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念头 不要想着又成又欲 迷死人 狗死人 这种轻挑的想法就会导致男人对你的轻挑 娟这个说的很经典 就是我在里面又看到了一种纯真 就是这个认真里又有了一点纯真的感觉 可以说有很多纯真的感觉 就是这个纯真是让人心动的 正在男人角度来说 我的天哪既认真又纯真 不预设 然后呢 了解了 就是现实相处中去了解了彼此 然后就全压 这种认真呢 又带有了魅惑感魅力感 我看见知的提问 他说这个第二个故事里 这个不正是啥意思 就是说这个第二个男人 比如说他买了早点出现在酒店 然后没做错什么呀 那我为什么还会去压他一下 那我这个心里的想法就是 这是人设的打造啊 不是说我们这个就吃个饭啊 然后彼此有好感 那你就能早晨来酒店 这个这个等我找我 那也不要 就是我的态度在这里 我的态度在这里 你不能 就是在我们初相识的时候 你不能去做这些越界的事情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邪气嘛 就是我就不是一个这样一个 温顺的一个这样的好人的人设 但是呢 我同时又伴随着我的真诚 我是很期待和你约会的 那么他其实是有一个反差感 又有一个震慑感 那最后你以一个真诚去收尾 就是总体这样打造一番 也是有点心机的 但是在男人那里他会觉得你是正的 哦你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因为重视 所以才不要我过来 嗯 大家看啊 一般的女生提的问题都是 我怎么样推进跟一个男人的关系 但大家看啊 查查女神 什么叫女神呢 其实还是有心法的 就是说你不能够跳过关系 就是很好的 有这个坚持也非常棒 其实今天呢 我们准备 提安的时候准备了相处技巧 但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9点11分了 所以说 我跟查查应该会在12月份的时候 单独开启前来要讲一下这个相处的技巧 关于相处的技巧 我们真的就是过去这段时间 有很多很多的终结 这个技巧啊 包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准确的传达自己的态度 嗯 以及说 你用什么样的技巧 让对方开心一下 又始终是能够让对方感到开心 然后又很认真 嗯 这些小技巧的话 是查查很拿手的 美美同学提了一个比较 嗯 可能不是很适合在前聊会聊的这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 嗯 这个话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禁忌的 可能更加适合在 嗯 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去跟大家去讨论 嗯 结束的时候还是照样放一下 签两会员的二维码和我个人微信的二维码 还没有加我签两会员的同学 可以加一下这个会员 会员的话是 一个年费制的就相当于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相相对于你一次一次单捷克来的买的话是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 差不多是五折 差不多是五折左右 对 嗯 买了之后可以一年长天 然后会员还可以加我底下这个个人微信 我可以帮你拿到我们的签两会员群里面 预告一下就是相处技巧我我跟茶茶应该会在12月份做一期单独的谦聊 然后有一个同学提的唇感怎么打造 这个我要问一下茶茶 茶茶是不是擅长于讲这个唇感 这个这个跟进啊 包括后续大家有什么想去听的 可以跟我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订阅